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大陸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有很多人 是湧入一些 二手平台 變賣家當的 而且 最近 這一兩個星期內是特別多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這個大陸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內地市場波動 很多基金都下跌 甚至乎有些基金從農曆新年開始之後 累積跌了超過三成 接近三成 使得不少股民損手爛腳 所以內地網上二手買賣平台聲稱 一個星期內有20萬人湧入 因為基金下跌而有損失 而要變賣家當 平台更加發聲明 呼籲 這些用戶 不要因為一時的虧損 而放棄珍貴的回憶 也有這個平台的賣家 賣貨的人就向蘋果表示 自己買入的基金虧損兩成 賣家指自己買的基金 賺的也不夠虧 說多了就很心痛了 有些學者就向蘋果分析 事件 或者會反映內地資金鏈緊張 投資者寧願有損失也要逃現 這個 基本上他們應該就不太了解大陸的國情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月費贊助 好了 究竟大陸是怎樣呢 大陸 因為現在 整個投資者組成 是由一群年輕人 為主的 以往比較年紀大的這群投資者 可以說很多都退出了市場 又或者沒有那麼多 佔的比例是減少了 而最近 佔了一個很大比例就是網上交易 這群年輕人 當然 這個是70後、80後、90後 尤其是以80後、90後 這群年輕人為主 有些是父母給的 可能是本身出來做事賺的 為數 不少的這群年輕人加入了炒股行列 他們 很多時候社會經驗不足的時候 對於 炒股 或者這個虧蝕 是會 一時間他們接受不了 所以 就會有變賣家當的情況出現 我們再跟大家深入分析 先讀一讀新聞 有些 賣藝人說 有些是早扶傳下來的手錶 有些是母親大學時代的收音機 甚至有人出售 求婚時候的戒指 這個匕首買賣平台 叫做鹹魚 即是有空的鹹 一條魚的魚 鹹魚 他們賣東西也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賣家也聲稱自己在基金市場中虧本 要變賣物品還債 根據鹹魚的資料顯示 上個星期就有20萬用戶湧入這個平台 並發出類似的賣物貼文 有網民稱之為 鹹魚效應 有見及此 鹹魚在12日發公開信 表示受到市場波動而令基金虧損的民眾 感同身手 但是同時認為 用戶變賣的物件很多是充滿著回憶的 很多是一個很珍貴的記憶 賣了 就未必買得回 千萬不要打算 一時要等錢花錢就賣這些東西 當然也有人賣Tesla 進口Tesla Model 3 然後就賣288000 他說 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幾乎全身 只是開了一萬公里 買基金因為 虧本 所以低價出售要補倉 其實大家明白甚麼意思呢 記者登入閒魚網站 輸入基金規料 然後就搜索到很多的物品 部分 有些是賣家大量出貨 用基金規料來增加曝光率 也有真正變賣自己的二手物品 例如二手的皮鞋、銀包、iPad 也有些賣家就向記者表示 2018年起就買了白酒類的基金 現在賺賺萬賣也不夠虧 又沒有資金去補倉拉低成本 說低說了 也有賣家表示自己買了軍工類的基金 現在虧了糧食 但是 他不急著套現 認為要長期持有 內地 人統計 多謝基金在農曆新年之後 已經有25至30%跌幅 這個跌幅 是 一部份還是持續的下跌 由於市場很動盪 基金的權益就暴跌 另外有四隻基金跌幅超過三成 跌幅超過兩成的基金 是多達1062隻 在廣東省 證券公司工作的員工黃先生表示 由於大部分國內的公務基金 差不多都是買入同一批所謂中國股市優質資產 例如 茅台 五糧益 大部分基金都很重倉 而這些公司的股價在農曆新年之後大幅回落 所以基金價格當然隨即大幅回落 他認為投資基金是未來的大勢所趨 因為基金經理 比散戶的專業好多 投資建議 參考基金經理的長期業績 並同時要放遠眼光 別太在意短期波幅 否則只會令自己難受 好 現在基金市場的人就表示 內地90後 都紛紛加入投資基金 但是大部分新投資者對於基金賺錢的原理不理解 也缺乏對風險的認知 出現一大萬張基金虧了 就會很焦慮 而且 會立即熟回止虧的情況 副局基金 副總經理 他表示 最容易造成虧損的就是撒跌 短期之內 賣基金止蝕 由於這個頻繁操作 最後造成實質性的虧損 其實 大陸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他們 最大問題就是 90後 或者80後 90後 00後 他們那種 人生經驗不夠豐富 很多時候在一個跌上來 即時止蝕 但是最大問題 如果你買 10萬元 買10萬元 那麼那個止蝕 你還有8萬元 問題就是 他們不是買10萬元 買10萬元就真的拿著10萬元 很多人 是透過借貸 本身有10萬元的就借多10萬元 或者借多20萬元 有些人 可能是貸款 因為大陸有很多貸款平台 有些人就是 借爆 來買的 或者通過孖展 大陸要融資用券 來買這些基金 股票也有 當然買股票也有人 買到很大量 那麽變了 那些東西一跌下來 他就要補倉 如果不是 就不行 所以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因為大陸人也知道 他們的拼搏精神 是很多香港人也沒有的 原因就是他們認為 搏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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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單車變魔導 所以很多時候 真的開5萬元就夠膽 做10萬元 20萬元 變了 你想想 如果 5萬元買20萬 賭到借大三倍的話 那麼最終會 出現甚麼結果呢 就是一跌兩成 他們的本金基本上就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 他們要補倉 真的要補倉 如果你真的有10萬元買10萬元下去 補甚麼倉 帳面損失了 所以 這個情況就是很多香港人不了解大陸人的那種拼命 我們認識的大陸人 每個人都有這種精神 他們那種是很拼命的 他們寧願輸了 下次再來 所以 大陸現在有一班 有一班年輕人的主導 可以說是真真正正的 由政府開始 割韭菜 因為 大家都知道政府 他們買的基金全部都是 算是優質資產 國內稱為優質資產的東西 買很多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政府也持有很重創 尤其是國家隊 據說的這個宣稱的國家隊 也持有很重創 這些貨 衰起上來 現在就先割你們了 當你們指洩就斬了 他們可能會翻轉 所以呢 最終都是由一班年輕人出來填探 其實股市一向都是這樣的 每一個年代就有不同的人出來填探 散戶就被人割韭菜 現在大陸的好流行就是割韭菜 所以呢 割完一批又一批 現在輪到收割這班 九零後 零零後的這班人 所以呢 這個 也可能是他們那個 那個 賭得太大的問題 賬金媽太行 資金鏈一斷煉 大鑊 賭大幾倍身家 跌兩成就沒有了 所以 這個情況 其實也會加劇那個市場波動 因為你知道 有大量的人斬倉 其實就意味著 在這個 大莊家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你殺下來的時候 你們斬倉就收了你的貨 收完貨 又拆上來 你又去追 又被殺多住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